七名警员涉嫌知法犯法 星期天勾结一名国家银行人员 污蔑一名乌翼商人 进行非法兑换外币活动 前后勒索4000令吉 以及20万令吉 吉隆坡警察总长 拿出斯里·马斯南发文告证出 警方已经逮捕了七名警察 以及四名事案人士协助调查 他更强调绝对不合犯法的警察妥协 七名警察已是知法犯法 涉嫌勒索商人超过20万令吉 吉隆坡警察总长 拿出斯里·马兹南 昨天发文告知 警方已经逮捕两名警长 以及五名警员协助调查 据了解 这七名警察是星期日下午4点40分 勾结一名国家银行的职员等人 冒充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局 以及国家银行 污蔑一名乌翼商人 进行非法兑换外币活动 之后强行上手铐扣押施主 要求交出4000令吉 接着在狮子大开口 勒索市主20万令吉才能获释 马兹南表示 警方接获市主的投报后 立即展开行动 20号援引刑事法典第395 集团抢劫条文和第170条文 也就是冒充公务员逮捕 七名警察和四名涉案人士 他透露 七名警察包括一名麻坡警察学院的警长 一名巴达林在野警区速读组警长 一名巴达林在野警区警员 三名东南亚花园警员 以及一名吉隆坡协街交警 马兹南强调 吉隆坡警方非常关注这起事件 他们不会和违法的警察妥协 他也预请知情者拨打吉隆坡警方热线 0321159999 或其他邻近的警局提供资料 NTV7综合报道